西周初期先后分封,共计约71个诸侯国,其中兄弟之国15个,同姓之国40余个,其余为先代贵族和异姓功臣,不过近百个封国中并没有我们熟知的秦国,那么秦国是怎么来的?最后又是如何统一中国的呢? 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探索不一样的世界。 秦国的先祖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专须大帝,专须大帝乃是皇帝孙子,即大名鼎鼎的三皇五帝之一,专须大帝的后代,出了一个名叫米修的女子。 相传,米修吞了一枚玄鸟蛋,然后生下了儿子大叶。 当然,这就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,听听就好,大叶的父亲到底是谁我们不清楚,不过,除去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,可以肯定的是,大叶才算是秦国的先祖,同时也是赵国的先祖。 大叶这个人历史上记载不多,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,但是,大叶的儿子博弈,大家伙一定不陌生,毕竟,博弈在历史上也算是做了一件对后代影响非常深远的事情,那就是和大宇共同治水。 由于博弈协同大宇治水有功,所以,帝顺为了奖赏他,就将其派去管理山林鸟兽。 放在现代来看,也算是林业局的局长了。 博弈在担任林业局局长期间,可谓是鞠躬尽瘁,勤勤恳恳。 后来,帝顺见博弈将森林管理的比以往要茂盛许多,于是就赐给他一个姓氏,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银杏,在夏商周时期,博弈的后代出了不少名人。 今天,我们单说一下商周王时期的菲连,在历史上,菲连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,因为他有两个儿子,一个叫厄来秦妃子先祖,一个叫济盛赵国先祖,据史记记载,厄来力大无比,勇猛过人,因此得到商周王的赏识。 不过,在史记中,厄来效忠商周王,经常铸咒为虐,是一个反派人物。 后来,周五王率领大军伐咒,商朝被推翻,厄来作为战犯被诛杀,不过,在西周时期,还没有出现太多残忍的律法,比如诸三族、诸九族等,因此,厄来的后代逃过一劫,但是,厄来死后,其家族就被贬为周王式的奴仆,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厄来的第五世孙妃子才出现了转机。 此时,已经进入周孝王时期,也是西周由盛转衰的开始。 这一时期的西戎空前强大,与次进攻西周,引发战争,由于战争停发,周孝王意识到,马匹作为特殊的战略资源,对国家的意义非同小可。 因此,他希望能够寻找一个擅长养马的人来管理西周牧场。 而此时,周孝王身边正好有一个人知道妃子,于是,就跟周孝王推荐说,在西北边陲的犬秋,有一个人名叫妃子,特别会养马,经他出手的马匹各个飙肥体壮,战斗力极强。 因此,周孝王特地在谦和,卫和之间开辟了一个牧场,然后,派出养马能守妃子前去管理。 妃子对于养马颇有一番心得,来到西周牧场后,每日与马为伴,兢兢业业三年,终于不复所望,使得西周牧场的马匹大量繁殖。 在妃子的努力下,西周养马业突飞猛进,周孝王甚感欣慰,为了感谢妃子为国家做出的特殊贡献,于是,就封了一小块土地给他。 而这块土地,就叫做秦,金甘肃,清水县秦庭,秦国的历史,由此拉开帷幕。 不过,妃子得到的土地面积非常小,方圆还不足五十里,而且,此时的秦国并非诸侯国,仅仅是西周一个毫不起眼的附庸国。 连清大夫都算不上,但是,此时的秦国虽然若不经风,和地处东方的诸侯国相比,简直天差地别,但有了封地以后,也算是具备了走入权力统治中心的门槛。 而此后的几代秦人,目标就是苦心经营,扩张秦国土地,养精蓄锐,增强实力,等待历史时机的到来。 尽管妃子建国之后,秦国的实力非常弱小,但是背后却肩负着周王氏的重任,继续壮大西周杨玛业,安抚西荣蛮族部落,杨玛是秦人的特长。 但是,和西荣打交道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,稍有不慎就可能直接被灭国。 在周历王时期,妃子的哥哥就遭到西荣入侵,几乎全族被灭,当时的社会,非常讲究血缘关系。 所以,因为这件事情,西荣和秦人也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。 公元前827年,周宣王即位,此时,秦国也已历经四代君主,周宣王是周朝历史上有名的中兴明君,他即位后,御图振兴周王氏往日辉煌,于是,频频对西荣用兵,而秦国第四任君主秦仲背负着亲族被灭之仇,于是,在周宣王的感召之下,秦仲主动请应攻打西荣。 不得不说,秦仲热血拼搏的精神值得称赞。 但是,这样不过脑子的行为,必然会给秦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,毕竟,当时的西荣部落就连周王氏都要畏惧三分,而秦国一个小小的附庸国,部下的军队不过是群乌合之众,又怎会有屠灭西荣的可能性呢? 不出所料,秦国在与西荣交锋时,节节败退,彻底沦陷,秦仲也在战场上就此隐命。 好在秦仲的五个儿子趁乱逃到了周王氏,投靠周宣王,这才使得秦国未遭全族吐灭。 秦仲的长子,也就是秦国第五任君主秦庄公,凭着周宣王借给他的七千金锐王氏。 在反击西荣的战争中,大获全胜,重新夺回了秦国领土,通过此战,周宣王见识到了秦庄公的本领,因此产生了依附秦国抵挡西荣入侵的想法。 于是他将妃子哥哥的封地大丘化给了秦国,并封秦庄公为西锤大夫。 不过,经过秦国五代君主的努力,秦国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,综合国力也日益增强。 但依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附庸国,直到秦国第六任君主,秦庄公次子秦湘公即位后,秦国终于迎来了一个化时代的历史机遇,此时已是西周末年。 周幽王时期,周幽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,他宠信禅臣,任奸命把持朝政,使得周王朝日益腐败,百姓怨声载道。 当时,周幽王因为攻打包国,意外得到美女包四,包四冷艳动人,周幽王被他搞得五迷三道,后来,包四给周幽王生下儿子伯福,于是,周幽王直接将王后绅士以及太子姬一旧及后来的周平王给废了,然后改立包四为后,伯福为太子。 包四有一个特点,他给人一种非常冷艳的感觉,来到周幽王身边后就没笑过,于是,周幽王微博美人一笑,决定烽火系诸侯,周幽王点烽火台升起狼烟后,各国诸侯纷纷进进秦王。 然而,诸侯们到来时并未发现敌人入侵,这才知道被周幽王给戏耍了,包四看着诸侯们一片混乱的景象,果然哈哈大笑起来,周幽王见美人放声大笑,心情相当愉快。 于是,接连几次烽火系诸侯,致使后来,大家伙都不把幽王的烽火放在心上了。 公元前770年,周幽王的老丈人申猴,因为气不过自己的女儿和孙子被周幽王给废了,于是,暗中勾结西戎,出兵攻打浩京。 由于周幽王倒行逆施。 使得烽火失效,诸侯们都拒绝出兵秦王,仅有不在诸侯之列的秦国。 出于当初周宣王借兵相助的感激之情,出兵相救,不过,秦国哪里是犬戎的对手? 很快犬戎便攻破浩京,周幽王被杀于离山之下,就此西周灭亡,离山之变后。 前太子姬依旧在身后等人的拥立下,登上天子宝座,建立东周王朝,视为周平王。 这一年是周王朝历史的转折点,亦是秦国历史的转折点。 由于秦国重情重义,实力虽然弱小,但敢于充当秦王先锋,而且,之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。 于是,周天子大比一辉,册封秦相公为诸侯,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是不成。 有了周天子的册封之后,秦国自此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诸侯国,在名义上算是与东方诸侯国们平起平坐,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格了。 经离山之变后,周朝可谓是元气大伤,再加之,周幽王在位期间对各诸侯们的戏耍不尽,此后,周王室基本上丧失了领袖的地位,西周时期躲在幕后的诸侯国们纷纷群雄并起,而此时的秦国,虽然有了诸侯国的虚名,但实力依然弱小。 甚至还面临着生存问题,因为周平王在封秦国为诸侯国时,还将周王室齐山以西的土地赏赐给了秦国,但是,秦国看似收获颇丰,实则拿到手的只是周天子的一张空投支票,因为齐山以西的土地早已经落入容人之手,完全是周王室没有能力控制的领土,而秦国从此之后要做的就是,与西荣浴血奋战,夺回领土。 后来,经过秦国树代君主近百年的努力,终于将其山以西的地盘尽数收回,大大扩张了秦国版图。 秦人建国之初,就是给周王室养马的奴仆。 秦国君主相当于农场主,后来,经过秦国树代君主的不懈努力,秦国终于从一个让人鄙夷的附庸国,发展壮大,成为西部不可小觑的新兴强国。 到秦穆公时代,秦国一心想将势力向中原渗透,奈何,晋国强势崛起,成为了横跟在秦国与中原之间的一头猛虎。 然而,经过多次与晋国的较量,秦国虽然向中原各诸侯国展现了自身不同反响的军事实力,但到了后期,也因此尽失精锐,无法继续与晋国争霸。 秦穆公只好将目光再次描向秦国的百年速敌西荣。 之后,秦穆公仅用了两年时间,在与西荣的战争中,就取得了巨大战国,先后吞并了西荣十二国,拓地千里,成为了西部名副其实的霸主。 凭借称霸西荣的丰功伟绩,秦穆公被后人列为春秋五霸之一,只可惜,秦穆公所创造的黄金时代,随着他的病逝而烟消云散,因为秦穆公死后,用了177个活人殉葬,殉葬者中不仅有奴隶、侍女,还有秦国的许多忠臣良将。 春秋战国时代,人才流动非常频繁,但是,很少有人才愿意来到秦国发展,毕竟,谁也不想将自己毕生的才华和智慧奉献之后,还要沦为君主的陪葬品,因此,秦穆公之后,秦国人才十分凋零,尽管在军事力量上还是维系着大国的形象,但始终入不了东方诸侯国的眼。 这种情况,一直到秦宪宫时期,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,秦宪宫即位后,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,废除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,这一点,无疑为秦孝宫时期,商样来到秦国发展铺平了道路,第二件大事就是,将秦国首都从雍城迁到岳阳。 秦都的主要目的是岳阳靠近前线,更方便与东方卫国作战,从而收复沦陷已久的河西之地。 除此之外,秦宪宫还进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,比如,推广限制,完善行政区,加强工商业管理,增加国家收入来源,改革户籍制度,实施集体化惯理等。 经过秦宪宫一系列的改革,原本衰弱的秦国再一次走向辉煌,尤其是后来的石门之战,可以说是彻底扭转了秦国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, 让秦人重拾信心,重新建立起了开疆拓土的热情,在秦宪宫的努力之下,秦国实力虽然上升了一个台阶,但是,沦陷的河西之地依然被魏国牢牢控制在手中,而且 在东方六国眼里,秦国依然地位低下,不被重视,秦孝公即位时虽然年仅二十岁,但他却十分渴望和先祖秦木工一样,干上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,从而让东方六国从此不敢小觑秦国。 当时,秦国光有军事力量,但在政治上真的无比虚弱,很多秦国旧官僚基本都是些站着毛坑不拉屎的腐朽之辈,不但思想守旧,而且,身居高位却又无法给国家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东西,秦孝公深知想要重振秦国威望,指望这些守旧官僚基本无望,必须另辟蹊径。 才可能看到转机,最终,为了从他国引进人才,秦孝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他不惜以猎土为赏,发出求贤令,广招天下贤财前来秦国发展,由于秦孝公给出的奖赏实在是太诱人了。 很快,四面八方的人才纷纷涌入秦国,但最终,只有商样一人迎合了秦孝公的胃口,此后,秦孝公就开始重用商样,实行商样变法,大力改革秦国内政,经过十年时间,就使秦国彻底改头换面,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。 秦惠文王时期,是秦国大扩张、大外交的时代。 他致力于军事与外交,全面收复秦国沦陷的河西之地,吞并巴蜀、汉中、平定义渠,收复义渠二十五座城池,大大扩张了秦国疆域,为秦国获取了大片饲养战马的优良牧场。 秦武王在位时,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攻克了韩国重镇宜阳,宜阳之战后,秦国打通了三川,彻底在中原站稳了脚跟,同时也为后代君主不断扩张领土,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秦昭湘王在位的五十六年间,先后占领了韩、赵、魏、楚齐以及西周国的大片领土,在长平之战中,秦昭湘王一举歼灭赵国四十五万大军。 从此,赵国一蹶不振,东方六国再也没有能和秦国叫嚣的对手了,此后,秦国统一天下的形势日益明显。 秦孝文王年迈即位,身体不太好,因而正是即位后三天就去世了。 不过,他在位的几天,不失天下,后代宗室亲属等,也算是对秦国有些许贡献吧。 秦庄湘王在位的三年间,攻破东周国,将周王室残余领土,进入齐国。 之后,秦庄湘王继续蚕食三晋,为秦国又扩张了不少土地。 与此同时,秦庄湘王还设置了三川、太原、上党三郡,使秦国实力进一步增强。 秦国先祖数百年的积淀,为秦王嬴政留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最终,嬴政靠着这些家底,以及自己过人的才干,历时十年,统一六国,正式建立秦朝,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浓墨重彩的新篇章。 历史上,大家习惯于将秦孝公作为秦国崛起的开端,比如《过秦论》中记载秦始皇奋六世之渔猎,意在说秦始皇站在六世先祖的肩膀上,利用武力,战胜了六国,实现了天下统一。 但客观来讲,笔者认为秦国的崛起可以追溯到秦宪宫时期,正是因为有了秦宪宫一系列的改革。 比如废除殉葬制度等,才让秦孝公有了足够的资本,顺利推行商量变法。 可以说,在秦国三十七位君主中,秦宪宫的贡献是巨大的,他也是秦国得以复兴的关键人物,毕竟,如果没有他打下的基础,商量变法未必能够取得后来如此辉煌的成果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